教育部长王以康表示 小六会考考试积分改革 不会影响学生进入中学各个原流的机会 唯一的改变是积分方式 减少考生之间做比较的压力 而修读高级华文的考生 暴读中学所享有的优势 也不会比目前少 王以康说 目前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小六会考考生 升上中学快捷原流 这个比例在新制度下 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他也预料 新制度下将继续有大约20%的考生 能修读高级母语 王以康表示 新的积分方式将减少学生之间的竞争压力 T-score的原则就好像我们赛跑 你用多少时间达到终点 反而是次要 主要是你的排名是什么 但是新的制度就不像比赛 新的制度就比较像我们学校里 或者兵营里的体能测验 我们有一定的水准 你跑得够快 达到那个水准 你就能拿到金牌 王以康表示 小六会考考试积分改革不是零单妙药 但在结合其他政策后 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应对经济转型和未来挑战 针对一些家长认为新制度较复杂 王以康表示新的积分方式其实同目前的欧水准相近 而且也比目前的总积分制度更加透明